南投灯会热闹举行 为了照顾弱势 副县长陈真生代表县长林明曾 招待46位弱势的孩子 陪同他们赏花灯 逛灯区感受社会的温馨 陈副县长并鼓励家长多带孩子出门走走 一方面增绩亲子关系 也让孩子能有社会参与的机会 为了鼓励青少年参与社会活动 县府邀请到仁爱之家儿少家园 例行基金会以及青少年纯洁协会儿少青年 到会展中心赏花灯 现场并发放狗年小提灯 让他们感受到年节快乐气氛 副县长陈真生表示 新春期间灯会人潮众多不方便赏灯 县府安排非假日时间 让若是开童参观灯会 可以感受到社会温暖 也期待每个孩子快乐成长 未来能够奉献社会 2018南投灯会 我们在县长的领导之下 今年规划的非常生命 甚至于活动也非常多元 同时也邀请一些表演团队 都是国际一流的水准 所以创造到目前为止 三百多万的人潮 当然我们不以此为满足 所以也希望每一次的活动 都能直连提升相当的节目内容 林县长也特别考虑到 我们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因为被社会关心度比较缺乏 甚至于有些透过安养 让他们在整个安养机构 快乐地成长 如果不走出社会 甚至于来了解我们一般的一个节庆 可能会跟社会脱节 甚至于误入歧途 所以林县长都特别安排 人类之家的相关安养机构人员 小朋友到灯会现场 灯会期间尤其假日 人潮非常拥挤 不方便小朋友观看 今天人潮稍微输了一点 不过小朋友在这里玩了半天 特别感到兴奋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灯会 也看到灯会的内容 也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见了这些 当然我们希望他们未来的生活 能更正向 同时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也能遵从老师家长的主教 也让他们在整个大环境里面 快乐地成长 仁岸之家董事长吴光鑫说 感谢县府招待若是孩童参观灯会 让这些孩子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县政府招待我们三个单位 那这个活动从下午四点就开始 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在这个县政府主办的灯节里面 让大家来观赏这些灯会的 很多的新奇的一个设计品 非常感谢县政府能够借这个年节的一个活动 招待我们若是族群的小朋友来 真的非常感谢 研究显示 若是儿少因为社会支持 以及资源较缺乏 社会参与明显不足 容易遭到社会的诱惑 造成问题 县府安排孩童参观灯会的同时 施工也宣导反毒 小心网络射情陷阱重要性 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灯会进入维生 副县长纯正生也鼓励家长多带孩子 来一起看花灯 玩杀调 走访柯南展灯活动